尊雅兄 尊山卡社区有一次高屋 雖然已經沒有人在住 不過外形式都保存得很好 為了將在高屋後再來外化 尊山卡社区發展起來 進行一系列的收好工作 並且報在各種外國氣募 先為社區高屋十億站 我既然可以感受到外國的氣氛 今天在第十四個社區PK賽當中 在到當白種的價值 這間讓人想起古早時代的高屋 是尊山卡社区的高屋十億站 尊雅鄉尊山卡社区的高屋 因為沒人住得已經風雨太久 不過建築物都保存得很好 社區發展起來為了外化這間高屋 是進行一系列的收好工作 透過社區基民的努力 讓高屋變成大家的外動空間 當時也在第十四個社區PK賽當中 在到當白種的價值 因為每年PK賽都要選一個好的地點 做起來才對整個社區有幫助的 一個營造方式 那今天我們的選這個地方 是因為這間房子已經在八十幾年了 可以說在我們社區來保存 我們統合的一個三合院的一個公法 就說像它旁邊的部門 那是用牛塞 叫粗糕 叫一叫 上面用石斐粉 來代替水泥 一個方釋 一個完整的一間三合院 今天進去古墟 放在裡面還有很多古早時代的東西 讓我們看到是覺得到過去一樣 這都是社區基民保留留的收藏品 每一間都有故事 也代表到一間火雅共同火藥 我們看到我們裡面有很多濃固 用一些家庭 以前家庭生活的用品 因為我們開始營造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有看到 哇這個不錯 有些人正常的一些東西 都有拿出來 來讓社區來利用 很多的東西 例如農屋啦 例如卡拉車啦 一些早上的東西 人們都有傳出來 來講相聖錢 我們非常的感動 這雙卡社區標示 這間古墟收藏完成之後 剛才是基民的華東空間以外 也會配合附近學校和團體 辦理體也要不要多 讓後一部的年輕人了解 那段古早年代的生活中況 我們該職業所在 人工就說 包括一些攝影師 來 有些人欣賞 我們來辦體驗營活動 包括 槌櫃啦 蟹櫃啦 蟹櫃啦 這後面 這變形式 就是說 我們設計一個 營造的一個行銷方式 一些孩子也可以體會 以前農村的生活 包括做過怎樣做 以前的生活是怎樣 可以讓他們驚人了解 孩子也可以在這裡做一些 同樣的生 這是我們同大的目的 透過社區基民的 共同打拼 讓豐富的高處可以再多化 當時也讓年輕人了解 古早農村的生活 記得您幫助拆放報導